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5有着极高的集中度 男嫂在这个高度若畅 或许也只有周深能够做到了 为你指引着方向 以及爱的牵绊成为照亮彼此的光 C5应该算是周深的一个幻生点 真是一个已经基本模平的幻生点了 这两句各位可以冲动点听 只和照两个字 虽然是若畅 但是饱满的共鸣 却是已经完全有意义出来的感觉了 这首歌曲倒不如看成是一首C5质量考核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各位可以聆听勇敢向前方一句的方字 仍然是没有添加太多力量 却又通过提高集中度和共鸣 来传递了力量的一个字 C5拖长音三秒 一个完全可控高质量的拉长音 整首歌曲最难的地方 实际上并不是常规演唱的段落 而是最后一段副歌 周深所演唱的和声 无字哼唱最高音F5 总的来说呢 至少与我而言 是一首值得一听的歌曲 不过不得不感慨一句 周深的资源确实是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来周深7月份的部分资源 7月份资源 为掌门太盲手游 演唱了主题曲语亲 之后参与了央视音乐综艺节目 经典有流传第三季 在第七期的时候 演唱了一首情势合物 紧接着在6号拥有了一首OST 为电视剧锦绣男歌 献唱了情感主题曲影 之后的8日 再一次是游戏主题曲 龙之鼓2 手游主题曲卡布勒船长 16号仍然是游戏的主题曲 为古剑奇谈网络版2020的版本 演唱了主题曲 荒原星火上线 接着呢又是一档音棕提高曝光 分别在17号24号 参加广东卫视 流淌子歌声第二季的第四期 第五期 并演唱烟花一棱等 20号同样是一首OST 演唱了重启之 极海听雷片尾曲无限 紧接着在25号的时候 周深工作室首支单曲 化身孤岛的金正式上线 这应该是唯一一首 算是非常纯粹的单曲了 没有太多的商业行为 只上传了一首单曲 最后在25号则是有着两个活动 一个是参加 Bilibili Make Role Link 2020云立 分别演唱了缘起和 Unriver Unriver展现了自己超高的唱功 还有就是25号的线上演唱会了 综上所述呢 应该是如果还有人说周深是没有把心思放在音乐上面 那我觉得纯粹就是为黑而黑了 大量的OST单曲和商业歌曲资源 这是许多的OST歌手所没有的 合理的发展方式 目前来说呢 我并不太清楚周深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否合理 Vocal路线的歌手 也就是纯靠唱的歌手 肯定是和创作歌手路线不同的 他们需要的是资源 但早期的一些纯靠唱的歌手 实际上呢 仍然还是有坚持输出专辑的 因为一张优秀的专辑除了能够获得大众的认可 还能够赢得业内人士的专业的认可 目前周深的发展方式很简单 综艺节目曝光不一定不一定就仅仅就是综艺节目了 就比如说青春环游记吧 还有最近官宣的一档明星考驾校的综艺 两档都算是真人秀节目 参加的主要目的呢就只有一个了 让大家认识自己提高曝光 演唱OST和商业歌曲 这些同样也是资源 也可以称其为主页 商业歌曲成为爆款的可能性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总归是作品呀 而OST呢 尤其是一些大制作影视剧的OST 则有可能能够成为爆款 为什么不选择发专辑呢 从相关平台的数据来看 周深应该是发了两张专辑的 分别是15年的回味和17年的深的深 两张专辑予于如今的周深而言 数量确实是显得有点少 但是不发专辑自然就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如今和以前已经不同了 除了一些顶级歌手发专辑 还能够有着极高的关注度 大部分的歌手发歌是没有人关注的 解释一下啊 极高关注度除了粉丝自嗨 路人也关注愿意购买 所以与其发专辑不如一首一首单曲的发 而且本身重度依赖UYST和商业歌曲的周深 想要做高质量的专辑 简单的把这些歌曲收录在一起呢 也是不合适的 至于说把时间线拉长来看 这样的方式是否合适 这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没有先例 周深为什么能够演唱这么多OYST 大于之后 为什么这么多的商业歌曲会找到周深呢 首先是周深本身的Vocal实力在那里摆着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原来周深的声音是可以为歌曲加分的 同样的旋律 不同的人来演唱 所取得的最终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声音足够独特 而且正如高晓松所说的 这样的声音是无可替代的 独特性 让更多的资源找到了周深 另外就是本人的热度了 如今的周深人气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虽说谈不上是顶级流量 但是作为一位窝口路线的歌手 这样的人气已经完全够用了 有人气 歌曲自然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度 同样的 影视剧和游戏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宣传 最后还是一个老问题 不知道周深今年有没有发专辑的打算 相较于商业歌曲 我还是更想要听到周深自己做的一张 有着一定概念多种风格歌曲的专辑的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